以后你更可以广修功德 真希望来一天 英国就有一个叫燕共寺 甘露寺 你在你家门口先坐吧 慢慢地坐 利益对方 所以各位来念一下 当愿众生 当愿自己 健康长寿 富贵安乐 原因是什么 实施燕共 各种的方法我都教给各位 第六 念一下 处所吉祥 商行机关 住家 桥前新居 二级染身 子女乖腻 家庭不合 生意不顺 以诸佛加持之焉共利 可除尽一切会上 殿所居之地 成祥和福地 所以我们 开公司啊 搬家啊 夫妻不要吵架 生意要好啊 子女要乖啊 那各位的多做 烟共啊 可以加持身体 可以加持家庭事业 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就不单了 他们天天做 不单人没有钱买 食物饼干 就是把那个松树摘下来 然后呢 点个火 然后就冒烟了 这样 因为松树有油啊 所以冒出来烟就白色了 做做 天天不停地做 那我们华人呢 有钱就是买香 只是现在的香 一般外面的香 有一个问题 就是加了化学原料 加了香水 就不要用 为什么 因为那些孤芬野鬼 这个喉咙很脆弱了 这些加了化学元素 对它就是一种伤害刺激 所以宁可各位自己做香 便宜就好 你把那个面粉炒一炒 加一点食物就是盐贯了 不是价钱的问题 只要存就好了 来 第七 天龙地旗 永护 盐贯的缘起 是在西藏莲花生大事时代 当时有许多的魔鬼和地神 阻碍盖庙 白天辛苦盖的庙 到了晚上就被破坏 而当时吉护堪布 在不得已之下 只好请莲花生大事前来解围 莲花生大事 即准备当时最好的五甘露树等物 来做燕贡的法物 包括菩提树 白檀木 野糕 乳香 卷博等树 以虔诚的心意供养 忠获魔鬼地神的喜悦 并帮忙盖庙 最后使得盖庙工程顺利完成 后世的人 所以承袭了这个方法 作为除障征服的最好修法 在西藏 几乎所有即将举行的活动 都以燕贡为吉祥原池 我想不但西藏 中国台湾各地的寺庙 只要要办大法会 就一定要超度 上拱下死 所以台湾的寺庙 每天都要供养 每天都要甘露设施 因为每天都希望一切都圆满 所以你越想要做好事 障碍越多 这些魔鬼啊 冤亲在主 他就是要破坏你 就是希望你不要做好事 你成为魔子魔孙 就像释迦牟尼佛要成佛 你看魔鬼多厉害 魔鬼经常来跟佛陀说 你该死了 你该死了 你赶快死了 你不是答应我 你要死了 这样 他用进口方法在破坏 以前他是直接破坏 他知道破坏不了 他就来叫佛陀说 你该死了 这样 所以意思是说 各位你要做善事 一定会有障碍 那消除障碍的方法 就做严功 善功下施 第八 素获功德 布施是六度波罗蜜中的第一波罗蜜 若不行布施无法开悟成佛 而焉供布施供养 就是我们想要成就佛果 所必须具备最胜功德之一 所以一个人愿意成佛 要圆满六个波罗蜜 列下来 布施波罗蜜 持戒波罗蜜 忍入波罗蜜 那这三个波罗蜜 是会让你很漂亮 很有钱 很高贵 就是很有福报 布施会让你福贵 持戒让你升天 忍入让你外表很好看 现代人都很喜欢 很漂亮 很帅 身材很好 这是从哪里来 从忍入来的 所以各位扫发 布施持戒忍入 第四个波罗蜜 列下 精进波罗蜜 精进就是很努力认真的 去布施持戒忍入 第五个波罗蜜 禅定波罗蜜 禅定波罗蜜就是 你能够控制你的心 很专心 脾气不好我可以控制 欲望不好我可以控制 现在年轻人男女欲望很强 那你可以控制 要禅定波罗蜜 就是你要多打坐 多抄经 多念经 你才有这个定力控制住 第六个是佛教最重要 来 般若波罗蜜 般若波罗蜜就是 你了解真相 你就解脱了 没有我 所以你有什么好痛苦 万事万物都是 条件原因条件组合的 这个书也是暂时的 所以你就不会执着 你了解万事万物的本体 这个叫波罗蜜 没有我 那你要成佛 一定要这六个波罗蜜 不失实际忍辱 精进 这个是福报 禅定 波罗叫智慧 所以福德一百分 智慧一百分 两个合起来 叫两足 两个圆满了 你就成佛 所以叫做佛陀两足尊 那各位要知道这个方向 希望我们这辈子的方向 是在追求福德之良 跟智慧之良 那福德之良 是在辈子 布施 慈戒 忍辱 那智慧之良呢 禅定 波罗智慧 那精进呢 精进去布施慈戒忍辱 精进去禅定波罗 那两个圆满了 就成佛 那成佛就可以 就像阿弥陀佛 你有极乐世界一样 就像阿弥陀佛可以千百亿化身 帮助众生 要是佛一样 那成佛才是真正在度众生 现在我们是在 结善缘 累积之良 那所以 做严共 可以让我们 述获得 布施波罗蜜的功德 不布施 就是贪心 吝啬 那你一定要布施 而且可以结善缘 三十八页 第九 可满所愿 由于焉供 具有供养 和布施之福德 固能快速的 具足及成就行者的 习增怀诸 四种事业 获诸佛菩萨之加持 并得到天龙八部拥护 引导众生成就解脱 尤其是人世间之 诸多恶缘 可得到转清或熄灭 种种愿望 亦可心想事成 满足一切祈愿 焉供不仅可满众生之愿 于祈祷文中 亦提到往生净土 所以亦可帮助众生 脱离轮回 所以我们做各种供养 第一个一定要供养 佛法身 护法身 第二个呢 这个供养的功德 有布施给 回向给第一鬼到处 是很可怜 那做焉供就可以满足上供 而且又可以下十六道 那如果这样 就可以具足密秤的 所谓金刚秤的事业 那是什么 就习 争 怀 诸 各位你要把这四种能力 成为你的功德 因为你才可以帮助别人 习就是让他停止痛苦 争呢 让他增加财富 增加福报 增加智慧 怀呢 就是他很喜欢接近你 人缘很好 你可以教育他 你可以影响他 猪呢 你可以把他的不好的障碍 敌人把他去除掉 那你要完成这四种事业 就要做焉供 而且又可以带领六道众生 特别是孤魂野鬼 地狱众生 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 保证将来成佛了 第十 最后来 肃正佛果 据慈心之佛弟子 因每天修习焉供 记住恶鬼道 地狱道 和中阴生 谱令一切众生 闻相得识向善 如此日积月累的分担 如来佳业 将是修行者成就的最佳资粮 其焉供无边利益 功德可令修法之人 解除累世的黑夜 并令仗鬼神 转为护法神 不再作祟 消除所知障和烦恼障 迅速累聚福德智慧 两种资粮 所积聚者福德 可使我们成就色神和报身 所累积的智慧 可使我们成就法身 来成就佛果位 做一个佛弟子 如果别人说你这个人不慈悲 那是你最可怜的时候 作为一个佛弟子 你一定要让你感觉到 你这个人有爱心 有悲心 愿意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 希望各位要谨记才行 不要说一生气的时候 你管我慈不慈悲 我不爽 那你这个人就很可悲 可怜 所以哪怕我们剩下最后一口气 要被切成肉酱 我还是不愿意伤害对方 被批评我不慈悲 所以死亡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生命变成一种慈悲就好了 所以痛苦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显现慈悲 所以谁在这个世界不痛苦 大痛苦小痛苦都有痛苦的 身体的痛苦 感情心情的痛苦 谁都有痛苦 这个世间是痛苦是正常的 一定的 两顿饭没吃你就够痛苦了 所以没喝水就很痛苦了 那所以痛苦是必然的 但是各位 生命的意义 唯一的意义就是慈悲 那慈悲就是什么 就帮助众生 让他们快乐 让他们脱离痛苦 为了如此 各位叫每天慈悲做烟共 水也好 米也好 帮助恶鬼道 很痛苦 帮助地狱道 那没办法形容 所以我再讲一次 地狱道一下去 191年都在痛苦 为什么会下地狱 杀生的人会下地狱 偷盗的人会下地狱 邪淫乱搞男女关系的会下地狱 骗人骂人会下地狱 喝酒吸毒抽烟的都会下地狱 各位我不是威胁你 真的很恐怖 千万不要下地狱 因为那时候变成后悔莫及 没有办法形容的痛苦 所以我们就可以帮助他脱离地狱 所以等一下会带各位破地狱中 我就有很多地狱的众生 至少跟我们有缘 历代的父母祖先 就有机会马上脱离地狱 那中医生就是刚死的 那现在刚死的不是人多 动物多 每天晚上你看要杀多少牛啊 羊啊 猪啊 早上那个我们李志雄才又拿给我 一年在英国杀掉的羊 一千四百五十万只 杀掉的猪一千万只 杀掉的鸡鸭九点五个亿 这么多 那你想想 那所以这个世界中医生太多了 无量无边 那各位你能够喂他们哪怕点一只香 那这样呢 让这些众生闻到那个香味甘露 然后呢 他就会舍弃 本来我要制造一个车祸 让这个死的 今天我闻到这个甘露香 觉得很舒服 被超度了 很感动 我明天就算我不升天 我也不要制造这个车祸 所以我们到任何地方 绕着地球跑 各位呢 以后走到哪里啊 香啊 米啊 水啊 都要带 走到哪里 也不知道到哪里 本来那边有车祸的 本来那边有人要死亡的 本来要生病很严重的 你可以改变世界 这个叫什么 你也叫分担如来加业 每一个佛 每一个如来 就是要救苦 我们来分担他的 所以我前面摆了一个十字架是一位天主教徒送了 还有圣母玛利亚耶稣 为什么我们要对所有宗教都慈悲 你千万不要说我是佛教徒我不想要去教堂 教堂也是我们慈悲的地方 教堂只要能点灯我们一定点 希望这个灯变成佛光 让教堂的人更快乐 让教堂往生者得到超度 所以各位要这样就分担如来加业 所以做烟共是我们修行者赚钱最多的地方 所以各位要努力赚钱 努力赚功德的意思 无量无边 可以消除过去的恶业 可以让障碍 障碍你的 要消灭你的 要破坏你的 变成护法神 也可以让我们断烦恼 所知障 烦恼障 累积功德质量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教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